哈喽 大家好 我是演员 诚意 别再执着了 下载优苦国际版APP 看沉香如蟹吧 用你们的语言打开沉香如蟹 和我一起沉浸时追剧吧 又来 来吧 我与你比试 慢着 我和这帮姑娘们下棋 是因为他们聘我做了交棋师傅 我要是与你下 可有什么赌注吗 这样吧 金子 银子乃是俗物 读起来太没意思了 若谁赢了 便问书家一个问题 必须如实回答 如何 成交 最近怎么总有恍惚之感 仿佛曾经也与什么人这般下过棋 你 你 我赢了 我一时激进被你钻了空子 愿赌服输 你生平所见过最厉害的法术是什么 这个喽 不理所 可以使人变成傀儡 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 要我看呀 这么恶毒的法术 应该尽早废除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得提前研习一下玉鸟术 或许更适合你 小人 再来 我赢了 该我问你了 这柳公子一看就是富家公子 那你为何不归家 常年住在这饥荒房中 家中的规矩繁琐 不如这里肆意快活 自然就不愿意回去 那你家在何处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想知道的话 再赢我一把 来 师从游侠 最善训鸟 心无大志 随缘度日 等等 棋子的数量不对 你赢我一子 棋盘上有一百八十字 那么也就是说 我的棋鹿里应该还剩一枚白子 但你看现在它不见了 按照规矩来说 棋鹿少子 对于双方应当互相搜身 以正清白 我一向光明磊落 搜身就搜身 别想污蔑我 来 不可 不是吧 又来 还真没想到啊 原来严凶是女儿生 但是即便如此便不让搜身的话 怕是有出签之险 按照规矩 在禁欢房出签 剁手 禁欢房是你家开的 说剁手就剁手啊 从来就没听过这种规矩 你再说一遍 不好意思 我给记错了 无需剁手 只需上台表演一番 给大家住住信即可